天天还没亮 一台轿车越开越偏 直接撞上摊车 撞击力道之大 整台摊车都弹得起来 被撞得面目全非 连老板也遭到波及 警方货报到场 肇事驾驶精神不稳定 而摊车老板幸运逃归结 惊魂未定 这地点就位于六合夜市 附近清晨五点多 肇事的三十八岁失信驾驶 撞上正准备收摊的摊车 老板为了闪避 不小心跌倒 拉伤右手臂 而肇事驾驶酒侧值为零 向警方公称 只是精神不济 但摊商老板认为事情不单纯 驾驶是否另有引擎还有待警方仔细调查 只不过摊商老板直呼好虽 毕竟最近高雄活动多 人潮也跟着来 夜市忙了一整晚 现在老板不但无法好好休息 身材工具还被撞坏 在过年前夕飞来横祸 这个年恐怕会少赚不少 华市新闻参谋局陈信仁高雄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